佛非常有智慧 对众生的根性完全了解 那印记十九 你对这个法门有怀疑 再换一个 就八万四千万 换一个没有怀疑的你去修 就会就去成功 修成功是一切都圆满了 没有修过的也全都明白了 一步精通一切精通 一个法门通八万四千法门全通了 妙啊 为什么 它是一个自信 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 能变的不变 所变的千变万万 所以你要掌握着不变的 提那个能变的幻象全都明白了 这个才能够 帮助佛教化众生 没有到这个地位 没有到这个境界 教化众生很难啊 又怕教错了 教错了 自己要负责人 如果懂得应骨 害怕了 把人教错了 误导了 那个罪过都是在地狱 所以我们这些没开悟的学生 怎么能讲经教学 老师当初劝我们出来 学讲经 我们都害怕 古来大德 讲经教学 都是开悟的 而且是大彻大悟 大彻大悟能做主讲啊 大悟的人 可以当主教啊 主讲是佛了 主教是菩萨了 这水平多高 那我们怎么赶得上 这个当时老师劝我们 我们不赶 老师就说了 你们不发心 将来佛法没人讲了 这个是事实 那怎么办 自己程度不够 讲错了 谁负责 老师 这不得一而求其次 教我们有个方法 讲古人的主题 特别交代 古人 不是经人 为什么 经人没开悟 讲古人 啊 所以教我们 他们承认 这才能入藏啊 从前有标准啊 现在标准没有了 所以老师教我们 看藏经 要看古时候的版本 啊 现在翻印用古文 可以看 一定要是古版本 不是现在新变的 现在新变进去的 靠不住 啊 那么中古 最后一步 遵守古来标准 遵守古来标准 所变的 最后一步 是乾隆大三集 清朝时候 啊 老师 这样教我们 我们接受了 所以我们今天能讲的 讲一点东西 全是依靠主题 啊 我们 学习 无量授检 学习 黄念族老巨师的记住 讲错了 他负责任 我们就不负责任了 啊 他住的 我们看不懂的 看不懂 念古巨星了 决定不可以 强不知以为知 那自己要背 以英国词 啊 我念下去就好了 要问这一句 我不懂吗 这正确 正确的态度 啊 明白人 他对你很尊敬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不可疑 强不知以为知 啊 蛇 尽叫 蛇 传统文化 都要有这种形态 啊 最重要的 是要把懂的地方 尽可能的 落实到生活 落实到工作 落实的 待人节目 为什么 要看一眼 真的受用 啊 啊 学 不能知用 本学了 啊 啊 那个没有意思 那个 你不 你很难体会到 是真的是假的 啊 要在生活当中 去看一眼 啊 啊 这样慢慢自己啊 能做境界 啊 有效忧 啊 因为有效忧 所以你有发系统嘛 啊 啊 你读这个经 遍遍都有味道 什么 遍遍都有 鲜的意思 冒出来 啊 所以他 这个经就 去为无穷啊 啊 跟世间的书 不一样 世间书 不可能有这种现象 读一遍念一遍 不想再念了 啊 啊 纵然是非常好的文修作品 啊 念个十遍二十遍 三十遍 不想再念 啊 啊 唯独圣人的经典 啊 中国的四处无尽 啊 佛法的这经典 永连都不严 啊 啊 你念一生 啊 一直念到 大车大悟 那就全明白了 没有到大车大悟 你有发息 发息 天天增长 啊 多数快乐 真是一桩落丝 啊 所以真的是 欲罢不能 啊 你 头 佛 啊 你 佛 啊 啊 你 佛 頭 头 頭 剖 佛